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集 四个人在珠基古行展开沉襟之旅 既经辛苦 女神终于找到她的祖堂了 我们走了几天山 不如今天我们去浸温泉 放松一下吧 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 就是广东省三个少数民族 自治愿之一的羽园 这里除了是瑶族的最居地之外 同时也是韶关著名的温泉乡 听说就连当地瑶族村民几千里来 一直都是用这里的泉水泡浴 温泉中心这里主要分为室内和室外的温泉 一共设有40个大小和功效不一的温泉池 其中室内部分除了主池之外 还设有12身肖和五行八卦齿 听名字就知道是架势了 至于室外部分方面 就有按摩船 角色中日池、预料池 还可以一边浸 一边欣赏附近的山景 还可以一边浸 果然不浸,不知身体好 浸一浸,书筋又活乐 很爽 这里的温泉 源自千年喷涌的青江温泉 长年的温度维持在68度左右 在内地极为罕有 而且更负含营养元素 有平滑肌肤、延缓衰老 未溶养颜的作用 这次真的要浸完旁边才行 算我说 这里最棒的就是男女同浴 可以和女神一起浸温泉 真是做梦也没想过 好 要不越吃越大餐 来到泥宫 浸完它的漂亮的温泉 当然要吃好东西 行了,又要面子 你不要吃 浸完温泉,教人令蛇肚饿 菜式很吸引 对,因为附近多农家 所以这里都是以农家财为卖点 食材够新鲜 再经过厨师精心炮製 好多游客都无名而来 然后再说 下一集",在擠水南天之下 有美女雙本? 繼續留意兆關旅遊說這些吧